幻想无数步动视认课 大家好 我是蓝鸡 今天给大家聊一下 怎么给女孩子送礼物这件事情 首先来说说我自己 在我结婚之前 也给女孩子送个礼物 也给很多女生没有送礼物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结论 你要不要给一个女孩子送礼物 跟她长得好不好看 和跟她最后会不会跟你在一起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有些女生你不送礼物 也会跟你在一起 有些女生你送了再贵重的礼物 最后也会跟你分开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结果 其实我们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反正送礼物也没什么卵用 那么我们就不送了 把这些送礼物节约的钱 全部来提升自己 比去送礼物给别人 别人拿着你的礼物跑了 更靠谱 说了我给大家的建议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下面来讲讲我对这件事情的 一个看法和认知 我下面给大家聊一下 我在之前 在什么时候给女孩子送礼物 以及为什么要给她们送礼物 首先我强调一下 我从来没有因为追一个女孩子 给她送过礼物 往往送女生呢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后 但是我又不能跟她长久的在一起 送点这些物质 这种小的东西呢 来平衡一下自己的一个内疚感 第二个呢 就是女孩子送我东西 我回礼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不讨论 两个人没有在一起 你就要送礼物 我认为这种是二批行为 因为你和一个女孩子在不在一起 是取决于她喜不喜欢你 而不在于你送不送东西给她 其实换位思考一下 你又明白了 你开上了一个正妹 她要送礼物给你 你才跟她在一起 没有 你就是看到她长得漂亮 身材好 你也想跟她在一起 其实女孩子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也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有些女生要找男人要礼物呢 是因为她把谈恋爱 当成一份工作和事业 就像她上班需要你发工资一样 平时没有工作 长得很好看 赚钱能力很差劲 她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好 不然她身上的名牌 她拿的包包 她住的房子 她开的车 从哪里来呢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分辨清楚 这个女生她为什么要谈恋爱 如果她是为了物质 为了改善自己生活谈恋爱 其实就是找份工作 找份工作 谁出的价格高 她是不是会跳槽 她是不是要换公司 对于这种员工 你要不要去找呢 你不应该找这种 你要选真的喜欢这份事业的 真的看重你的企业文化的 真的敬佩你老板的为人的 你找这样的员工 她工作 她不图钱 她就是开心快乐 她只要环境搞好就ok了 然后你再给她发奖金 她干的好 很多兄弟呢 是看到外面有一些能力很强的人 然后高薪聘请 她进来花了很多钱 结果自己这个小庙 又容不下这种大神 别人要跳槽 去到更好的公司 那就没办法 你搞明白这个逻辑 你就知道了 很多女生谈恋爱 是份工作 她找你在一起 是为了让自己的物质变得更好 生活变得更好 那这种女生 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你是没有选择 才会找这样的女生 如果你是没有选择 我建议多看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你就明白怎么样去跟女孩子相处 怎么样找到漂亮的女生 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 我没有太多这样的方法了 这里就不赘述 如果你确实要深入的学习 上面的话 二维码少一下 我有三本书 看完过后三个月必拖单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来讲一下 两个人在一起发生的关系 比如说你俩睡了 要不要送东西 送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消费 什么样的能力 那么下面呢 给大家展开讲一讲 首先一个男孩子睡了女孩子 就要送女生东西 她归根结底 还是嫖客思维 认为女人睡觉是要收钱的 你首先要改掉这种思维 你要认为自己有魅力 因为啪啪啪她也爽了 你作为鸭子 你跟她趴了 你也要收钱 所以说你要有这样的心态 你有了这样的心态过后 她送不送礼物 其实就不重要 因为彼此相互快乐 还有一种给女人买礼物的原因 是因为愧疚 这个我也经常做 我也有很多女孩子 但是这个女生 她只有我一个男生 我去享受的快乐 她在家里面等我 那么我能买一些东西 尽量的对她好 来弥补她感情上的这份空虚 弥补她的这份歉意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要根据你的个人经济情况 很多男生把全身家当都给到这个女生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其实你可能说我自己愿意 我就是这种重情义的男人 我给你竖一个大拇指 但是这种重情义 我要说你一句话 柔米养恩人 生米养仇人 不是你给一个女生越多 她越爱你 她是一个抛物线 就是有个顶点 在过了这个顶点过后 她要下降 在这个顶点之前 她会上升 其实给女人物质条件也是这样子 如果你给她越多 她会越贪婪 越不满意 对你的要求会越高 所以说不是说给一个女人越多 也好控制到一个合适的度 才是最舒服的 这个也是给屏幕面前很多条件 很不错的男人 一个真正的中高 很多男人就觉得我条件好 我一个月赚几百万 我无所谓 但是你送东西 过了一个人的度 打破了她的一个极限 她就会越来越贪 你是在养一群狼 而不是真正的找一个想要跟你 好好在一起的女生 所以说这个是我对送礼物的一些经验 那么给女孩子送什么是个合理的度呢 我认为一些小恩小惠就非常不错了 但是如果你送的东西 真正的改变了她的条件 让她变得更优秀了 你就要注意了 比如说你送她一辆车 她原来没有车 她觉得自己也就这样子 她突然多少辆宝马 多少辆保时捷 她一下觉得自己条件好了 条件好了 她的要求就变多了 你就要拿爱马仕配她的保时捷 有了爱马仕配保时捷 她的颜值她要提升了 又去搞一身医美 现在标榜了就是名媛贵妇 名媛贵妇要求的男朋友 本来你是一个月收入两三百万的 她就要求五百万六百万 要求一千万 所以说呢 你要让女人在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内 不要打破她的阶级 这个时候你们的感情一定是稳的 但是当你送的礼物越多越贵重 把她的阶级提起来过后 请神仁义送神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 如果跟女孩子有了这样的关系 有同时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子 你该怎么去送礼物的干货 希望兄弟们能够学习 很多兄弟可能听不明白 然后说那个你都是几个女孩子 我现在一个女孩子都没有 一个女孩子都没有 我们马上关注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三个月包托单 一年过后 你就知道你有多受欢迎